好 回到瘋狂大悶鍋 我們帶來看到 一風遲來的澄清姓 這個是JVC期刊回函澄清說 蔣偉寧他其實是無辜的當事人 但沒想想到現在蔣部長 還是得打包走人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 這些名嘴怎麼分析怎麼看 歡迎收看關鍵動作 我是主持人台灣的LB在劉寶傑 大家歡迎我們蔡萊雲 這個紅色角落的童華乾 不管你苦但實在就是比不過我的 才幹 我是名嘴 紅花乾 歡迎第二位是藍色角落的張有化 我是主持人家張有化 畫過朋友都知道的秘密也說 好 歡迎兩位特別 我們趕快來看看第一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代表什麼意思呢 大家很清楚的看到 這是2012年陳維庭 當著教育部長蔣偉寧的面 斥責教育部長 這個畫面大家得很熟悉 有化兄 你對這張照片有什麼看法 這張照片有很大的璇璣 全世界只有三個人知道 陳維庭知道我知道 還有一個是誰 我不能說 我一個臥底 長期臥底在蓬萊先生上面 臥底在蓬萊先生 沒錯 登高山望遠海 府長見一陽美 他是個神仙 他是個詩人 沒錯 他是神仙 所以他告訴我這一張畫面 吐露得出五個字 他說我衝突爆蓋獸 不是衝突爆蓋獸 對 陳維庭衝突爆蓋獸 脫去蔣偉寧的神秘的外衣 炮火四射的罵蔣偉寧 她說她的論文抄襲這件事情 是臭蓋的 是臭蓋的 對 但是送完她一個清牌之後 她還是要下台 這個之後她之後還要下台 所以說她是早就知道 蔣偉寧要下台的 我們換下一張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楊宗偉在這畫面裡面出現 清清詳細跟著我聲鼓掌 鼓掌 鼓掌 鼓掌啊 但是他不是 他是陳維庭 他扎 炸桿子像楊宗偉 對 他穿了白色的 就表示仙之仙拳者有智慧的人 仙之仙拳所以他是 沒錯 他就是魔界裡面的 白袍干擾夫 他是白袍干擾夫 沒有錯 寶傑 我們發現這個眼神超殺超正的庭神 他是個學生居然能夠干擾部長 他有這樣大的能量 能夠帶領著學生們 就像是魔界遠征夫一樣 爬上末日火山 佔領立法院 所以這樣的人你如果得罪了他 他不會在你背後說壞話 而是會當中 朝你媽 朝著他的臉嗎 沒有錯 怎麼罵 跪下 你假面積 你下台 你是什麼東西 手機起來握手 握手 去 把他當成寵物在罵 沒有錯 在他的心目中 部長的定位還不如一個寵物一個出生 陳偉廷當時當學生的面 就能夠當著這個教育部長 把他罵得高血淋頭 沒有錯 教育部長真的這麼好當嗎 沒有對 部長不好當 但是我們發現這個蔣偉寧 他也不是個省油的燈 來 導播請帶第三張照片 第三張照片 這張照片 其實我們期刊雜誌 已經還他一個清白了 證明這個案子是個烏龍 但是你看 他依舊選擇要下台 藉由這個陸文艾下台 不戀戰 為什麼 你看到沒有 他這個姿勢 他是一個非常犀利的眼神 就跟庭神一樣 他發現了 其實歷任的教育部長 都有一個沒辦法突破的爛攤子 就是國教 所以他決定下台 他這麼厲害的眼神 跟庭神一樣 這叫什麼功夫 這叫什麼功夫 這就是魔獸世界裡面的 陰眼術 陰眼術 怎麼唸 很簡單 他有一種鮮為人知 又充滿了神秘色彩 又有一個既複雜又難記的名字 叫做 叫做什麼 視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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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不是都在做嗎 那怎麼檢查吧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在有話兄的身上 帶著一張視力檢查標 不可能 有話兄在這裡 怎麼可能會有視力檢查標 神經病錄影才帶那個 他真的有 就是這個 神秘的視力檢查標 他是怎麼訓練的呢 竟然在這邊拿你來比 然後我們來指出他的方向 要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 你視力檢查 比這個 上關子上 這個 你關子右 這個 一下都答對了 這個最小的 還是下 還是下 全部答對了 眼神這麼厲害 就兩個左右互換 然後這邊的上下左右 撲朔迷離 就這麼樣的來回反回的訓練 就能夠訓練出一眼數 漂亮 我也來訓練一下 你也要一眼數 好 這個 下 這根本就算右 你看他們不配當教育部長 連這個都看不懂 跪下 所以 我們就知道 不管有國西韋的瑕疵 他們都能夠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他能夠預測未來 而且甚至連要來的這個災難 都能夠早早地避開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 所以在這邊建議 不管是蔣偉寧卸任 或者是陳惠廷要畢業 我都建議他們到 行天宮 地下道 去採探順命 一定能夠生意心龍 這個是完全動作 下次見 給了要永遠的小器 給你做 我不要 我是佛華凳 我是劉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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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關鍵動作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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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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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付出 聽我的 這三個月以來 我都在思考方向的問題 從那邊沒出 什麼 你幹什麼 什麼 什麼 把我綁成這樣 我怎麼示範動作 我底部不示範 你先投訴 我找老闆 幹什麼又往那邊走 好 今天的分國主題就是 部長下台媒體見了黑影就開槍 到底有多少人是槍下亡魂呢 我想問問這個 海賊王的武夫 大家好 就是我 我覺得這個媒體 看到歐陽的氣球 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像我的好朋友 他們就因為胖虎欺負大雄 這個被認為是一個霸凌的現象 你看這個感覺就像霸凌的感覺 被踹下去 然後就被要求下架 然後我們海賊王也遭殃 有沒有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角色 叫做湘吉士 他很喜歡叼著煙 然後被要求打馬賽克 對 甚至美國版的海賊王 他不是拿煙 他是直接拿著棒棒糖 那感覺就差很多 就不Man了 怎麼就娘掉了 就已經失去圓住的感覺了 很像小朋友 那就不太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打馬賽克是不太好 對 而且有時候 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打馬賽克的時候 會影響整個畫面的 沒關係 如果馬賽克打得好的話 也就算了 有時候馬賽克打不好的話 反而會引起大家的誤會 就譬如說 譬如說 我現在是哪一支麥克風 只是在唱聲樂 聲樂 多麼優美 好聽 可是如果打上馬賽克的話 這畫面難看嗎 是不是怪怪的 對 那就譬如說 如果主婦今天去這個搖搖杯店 是 去打工 好 去打工 有沒有看到 搖搖杯很正常 是 沒有 因為打工第一天 對 我是海賊王的主角 我去打工對不對 是怪怪的 搖搖杯 搖搖杯 很用力人家搖 好 如果這個搖搖杯很正常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 打上馬賽克 好 停 你看 這個畫面呢 觀眾朋友看到 就會引發其他不好的聯想 那是因為他的臉長很猥褻 不是 因為有時候 搖搖杯是要用力的 對 那個黑色太大沒遮住 好 那就比如說 有一個狀況 就譬如說 我比掉了 我先比掉 幫我剪一下比 對 比掉 對 那邊過去一點 對 鞋子那邊 對 沒錯 那如果這個時候 打上馬賽克的話 這畫面能看嗎 是不是怪怪的 那如果你那邊打上馬賽克 也是很奇怪嘛 很奇怪啊 完全沒事的 我們是剪筆而已 對啊 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反而會引起更多小朋友的遐想 沒錯 對 所以千萬不要再看了方向就開箱 對 謝謝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媒體面對 我剛剛好想崩花開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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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問題嗎 我們兩個都一樣有單碰眼 好不好 但是我比他帥太多了 沒有 你問一下我 我分辨一下 沒有 沒有 沒有錯 但我是沒有錯 對不對 但我們都是有這樣子單碰眼 對 差很多 不好意思 不要搞錯 所以我要說這不是媒體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其實我們講到這一次的 其實是論文審查的亂象 確實像一面照妖精 照出了很多學術界的亂象還有荒謬 可是確實事後 也有雜誌有說 還了這個蔣部長的清白了 所以這個媒體 台灣媒體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經過查證 很多事情就可以亂報 包括像網路上 聽說 句文 傳說 可能他都可以就這樣登了 另外當然媒體還有一個 比較糟糕的就是說 他會拍你比較不好的部分 你剛剛說你出門 穿著拖鞋 自己家樓下倒垃圾 幹嘛一定要化妝 幹嘛要 要穿高跟鞋呢對不對 然後當你做連續動作 他就拍你 最醜的一個畫面 然後他就講你不好 就講你崩壞 就講你大嬸對不對 所以藝人有時候對他很愛 因為他可以幫你捧紅 但是又對他很恨 所以我覺得藝人要感受一下 媒體就是這樣子 他不可能變你 我把我的歌笨蛋 改成一個感覺 讓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老師 按鈴鐺 只有奔撞再傷心那麼久 取得本來這製牌你變老變臭 只有記得才時間那麼多 整天跟牌頭吃香motel 毛的曝光才不可能放過 在鋼前手寫著妳壞了她的骨肉 舉著編曲的功力很不錯 對記者說好萌 好萌 好萌 謝謝 所以大家要習慣 媒體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也要幫媒體說句話 對不對 就是說其實 有時候也真的不是媒體亂寫的 這是存在的現象 就是譬如說 我們回到這次的論文事件好了 就本來大家都只在乎論文的數量 譬如說學生用老師名字掛名 就希望能夠增加知名度 那麼老師也樂得被掛名 來增加自己 譬如在這個領域的基點等等 所以出事之後 現在大家都說一概推說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 這樣說得過去嗎 這樣還可以怪媒體嗎 沒人回 當然不行 但是我覺得在這樣的事情當中 我覺得當然 對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工作 還是要有一個 某一個部分的一個負責任 像比方說 跟我長得很像的那個叫蟲蟲 唐宗盛 他現在正在趕他的EMPA的論文 很多人會說你這麼忙 有時間寫嗎 我可以幫他說一句話是 他都能夠出唱片 為什麼論文不能寫 他真的沒時間寫 但是問題是 他真的有參與整個論文 從頭到尾的這個論述的 結果教授幫他寫 沒有 不是那個意思 教授沒有幫他寫 教授有負責要幫他找一些方法 還有幫他校正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要 其實現在教授都是非常熱心的 九孔有人點名叫他去上 然後他如果不會寫論文 教授其實是幫他寫 你說他要不要去上呢 那是因為九孔的程度 可能真的需要教授幫他寫 因為九孔連上模仿秀節目 都要拿著照片這樣子 大家才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如果去念研究所 當然需要教授幫他寫 但是蟲蟲是不需要的 謝謝 我們進廣告 廣告就回來繼續討論 師父 師父 師父